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做建材的 那因为我自己有一部车子 那我只要一经过沿路上 有看到回收的东西 我会只要时间允许的话 我会下车 会把那个回收的东西丢到车上 然后回来再整理 因为我们做建材的塑胶袋 纸箱非常多 那一般的话他们会把 有用的东西 愿意给我们的也很多 可是不愿意把它直接扔到 垃圾桶的也蛮多 然后经过我们的沟通 它也愿意配合 它其实成效也都蛮不错的 环保是让我能够在持续 有一个一直努力不懈的一个动力 尚人的滑 能够让我在我的工作 家庭 或者说在做环保当中 能够让我越来越欢喜 要让自己的下半辈子 能够更有意义的话 也许在持续 可以让我找到这个答案 我有时候在等人的时候 或者空档的时候 只要车子停下来 我会把上人的书拿出来看 尤其是静思雨 就是静思雨那个小小本的 那因为它攜带蛮方便的 而且我发现有碰到问题 不愉快的时候 静思雨拿出来翻页一下 这时候心很快就能够平静下来 做环保不只是只有在做环保 其实它是在进化人心 那进化人心当然就是要我们 只是在专下 好 好